OK 大家好 我是周蒂 今天要來看第四部影片 收藏錢幣前的基礎功課 嗯... 我們開始吧 看這封面感覺很牛逼耶 應該是在講錢幣的品項吧 大家好 我是周蒂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收藏錢幣的基礎功課 也就是你在收藏之前 你必須要了解的一些行內人 不想公開的秘密哦 為了加快大家的理解度 我要先介紹的是專業術語 第一個先介紹的就是錢幣品項的專業術語 錢幣的品項就是它的流通痕跡越少 當然就是越新嘛 那所以他們會稱之為未使用 未使用就是UNC 就是完全未使用 就是沒有流通過 造幣廠駐造出來是什麼樣子 就是什麼樣子 AU就是接近未使用 然後XF就是品項一般的 也就是過得了關的品項 那VF FINE就是語心是非常差的 那以分數來講就是0到70分 當然60分到70分就是未使用 50分到58分就是近未使用 那在錢幣上面 你如果要細分59分 或者是57分 它是沒有的哦 它就只有50 53分 55分跟58分 它在AU近未使用裡面 只有分4個分數 那像我們在市場上說 你現在通貨大頭怎麼賣啊 通貨傳揚怎麼賣 其實都是在XF範圍裡 其實表達的都是VF到XF之間 通貨就代表可以過關的品項 它不是最好的 也不是最差的 就是正常流通過的品項 所以你去交貨的時候 你今天如果拿著F的品項 或者是G的品項 那基本上人家就會退貨 就會說 這個不是通貨哦 這個是比通貨降格還要差的 甚至有一些錢幣上面有帶戳的 有帶戳英文代號叫Chop 它是當時的錢幣或者是有店鋪的 他們要鑑定錢幣的真尾 他們就會製造出自己的一個戳 然後往錢幣上一蓋 因為銀子比較軟 所以蓋的下去就是真的銀 欸我臉上也有Chop 你要形容你的錢幣比UNC還好的話 就是Brilliant UNC 通常簡稱叫BU BU的品項就是可以形容MS65到70之間 那當然老銀幣你要70 你要是69分 那是絕對很難很難 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現在我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Proof跟UNC的差別 Proof就是鏡面 鏡面就是像現在所謂當代幣 他們都是你拿起來看都可以看得到自己 只要是錢幣表面像鏡子一樣都叫Proof 你可以說Proof 61分 Proof 62分 Proof 70分這樣子 那什麼叫Proof like Proof like就是接近於鏡面 Proof like是形容一些老銀幣 它本來是要鑄造的是UNC的 就是像這種有鑽光的壓力比較小 可是你看我這樣子鑽的時候 那個錢幣那個光度會這樣子鑽 這個叫UNC品項 錢幣它在鑄造的過程中 它的模具都會更換 打久了那模具就會壞掉 所以他們都會有很多鋼膜下去替換 這些鋼膜正要打的前面幾枚 我們稱為粗打幣 前面幾枚都會特別的生意 所以導致錢幣的表面上 感覺你有鑽光 可是又感覺像鏡面 那有些人常常會誤以為 這些Proof like是造幣場打出來的樣幣 這個還是很多爭論 有些人是認為是樣幣 那有些人是認為它是粗打幣 它只是前面幾枚打的比較漂亮而已 開門就是 錢幣一看就是一眼開門的 就是一眼看就是真的 我們常常就說這枚幣開門喔 你說不開門就是看起來 搞不好是真的 可是又好像是假的 那錢幣怎麼估價呢 錢幣估價主要分三個大項目 加起來你就可以估出一個錢幣的價格 第一個就是它的存資量 比方說大頭存資量非常多非常多 那它的通貨價格就是700塊 人民幣一顆 目前行情價 普通的大頭可能是700上下 你以它的銀值成分 大概一顆價值不到100塊吧 存資量 這影片當時是2019年拍的 所以大頭當時的行情是人民幣700到800 很想現在衝回去告訴自己啊 多買點混蛋 這樣的多跟少 就是決定於這枚錢幣普通品項的價值 就是在哪裡 那如果說一枚大頭它是MS62呢 它的售價就是在1800上下 一個存資量配上一個品項 就決定它的價格行情大致上在哪裡 如果一枚大頭它的品項非常好 狀態差的MS62的大頭 搞不好1800賣不到 可能你要賣到1600 可能1700這樣子 為什麼會導致有這樣子的差距 純粹就是狀態 狀態是什麼 狀態不影響它的一個行情標準均價 那這 現在看一下這兩枚九年大頭 一樣是中法 板別 品項一模一樣 可是在2016年的春拍 紅盛 居然拍出兩種不一樣的價格 我們先看看成交2000元的大頭 長什麼樣子 我們再看看2300元的大頭 長什麼樣子 然後把它們放在一起 大家知道原因在哪裡嗎 打比方說一個房子 它的屋齡月低 當然就是MS70了 就是品項非常好的一個房子 如果一個房子 它的屋齡是二三十年 那可能就是XF 我們形容一個錢幣狀態好不好 就是以房子來說 就是這個房子有沒有漏水 這個房子有沒有避癌 這房子的範圍好不好 格局好不好 比方說一個屋齡二十年的房子 它的行情價一坪三萬塊左右 人民幣吧 你的樓層很好 你的任何狀態非常好的話 你三萬塊買得到嗎 可能要三萬二吧 三萬三 那如果說你的樓層不好漏水 又是個兇宅 搞不好兩萬塊對不對 在錢幣裡的狀態就是 任何你找出的毛病 跟老闆殺價 這都是所謂的狀態 所以任何會影響錢幣價格 上下浮動的理由 都是稱為狀態 所以我們在玩錢幣 就是玩這個狀態 那紙幣也是 它都有狀態 股錢 哇 這邊裂了 我要跟你殺價 包將顏色的好壞 當然也是狀態之一 再來說說書本怎麼選擇吧 老銀幣就是林國民屠入 這是行內人大家公認的 我這本已經出到第六版 它是黑白的 因為林國民當時在台灣 值錢點跳得非常好 因為當時在台灣 非常多大的收藏家 都願意借錢幣給他拍照 讓他收入這本目錄上 他的最大優點就是 他裡面的錢幣都是真的 現在這些錢幣 都已經是分散到世界各地 任何一個角落 已經沒有這個機會 去收集這麼多錢幣 去拍照去做目錄 它的價格有分各種品項的價格 它這個標價是美金 不要真的參照這個價格 去市場去買東西 但是它有一點可以比較的是 比方說江南戊虛 它的價格 比方說最便宜的是70塊 最貴品項是4000塊 最貴的是3500塊 大致上你就可以知道說 物須比庚子貴 貴的弧度大概是多少 其實它這個並不是百分之百準確 你可以用這個價格的比較 你可以知道它的存勢量 物須比庚子還要少 那市場行情確實也是這樣 就是物須價格比庚子好 你可以依照它上面標的價格 去跟同一類的錢幣去做比較 比如說 哲江七千二分凱書 這個是一個樣幣 它在估價上是70萬美金 陝西這枚樣幣 它的BU挺像是60萬美金 雖然都是很稀 可是哲江會比較貴一些 不過這個 這個 你都幫我關門 喔 好小喔 不過這個只是一個大 拿這個去決定要買 很大女兒 這個只是大概為新手去 抓抓 好可愛 OK 現在知名的鑑定公司呢 他們也是用林國明圖錄的編號 它的編號是195 那在鑑定公司的評級編號上 LM就代表著這本目錄林國明 所以它上面的編號就會有 LM195 LM195 而且目錄上裡面的所有錢幣 現在在拍賣會上都會標 此枚是林國明圖錄原件 書本講完之後 我們就說說放大鏡吧 放大鏡我推薦大家 選擇一個比較低倍的 一個大範圍的 品項 跟真假 這枚是假的 它的鏡方的大小 是跟一個錢幣的大小差不多的 就是你去看大量的錢幣的時候 用這個比較不會眼睛痠 如果你要看細微的話 我推薦這個 九倍的放大鏡 這個放大鏡的好壞要怎麼看 就是它的平整度 好一點的放大鏡 它的平整度是很平的 所以導致你在看錢幣的時候 它的周圍也是非常清楚的 不是只有中心點清楚而已 再來就是目前的市場 選對鑑定公司 而老銀幣來講的話 當然唯一的選擇就是PCPS 那第二個選擇就是NGC 那當代幣的選擇就是NGC 目前的市場 比較公認比較標準的是NGC 以子幣來講的話 就是PMG第一順位 PMG就是NGC旗下的一家 分公司吧 其實大致上是這樣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些鑑定公司 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們把關的越嚴 那他們獨佔的這個市場越久 就會成為這個市場的老大 你也可以下載PCPSNGC的FB喔 馬上就可以查找到資料 掃描條碼 在臨時身邊沒有電腦的情況下 這個方法是非常方便的 它還有這個數量 點選數量 你可以直接查找到這一枚分數的資料 但這一枚它最高分數是65加2枚 64加4枚 PCGS跟NGC你可以去查 他們評級的數量 MS62有幾枚 MS63有幾枚 他們的數據並不是絕對的 打比方拍賣公司最喜歡寫說 某某某錢幣 他是PCGS評級唯一最高的錢幣 而且是最高的喔 他只有一枚錢幣 MS66然後第二名才64 那MS66只有這麼一枚嗎 流傳在民間的 或者是收藏家手裡 搞不好他們還不考慮出售 所以他們沒有打算送鑑定也有可能 我現在沒什麼事情 我想要隨機驗證一下 就是隨便找一個2014年的一個開賣圖錄 看看有沒有什麼 你看這一枚它寫的是 這一枚鈴木它寫的是 AU55分 鑑定公司第一名 那我們再去PCGS看一下 現在當時第一名 現在是第幾名 PCGS Population 然後點民國幣1塊錢 然後點進去看 找這一枚幣是1927年所鑄造的 所以先找27 先找1927年 鄰國名圖錄編號是85 再對應一下有沒有85的 欸有 這個 這個2是什麼東西 是AU55嗎 那我們拉上去看 什麼是兩枚 現在最高分是64分 63分有幾枚 有5枚 62分有8枚 彼此類推 61分 已經有3枚了 那我們去看一下AU品項 2枚 對應上去是58分2枚 55分有6枚 53分有2枚 那後面平向差的 都沒有評級紀錄 所以當時的第一名 現在變成是倒數第二名 不過這個真的不怪拍賣公司 因為拍賣公司也是照實的 當時的評級的排名 只如果有人天真的認為是 第一名去買的那一顆 再去看這個鑑定資料 他不是要吐血 或許鑑定公司 當時的評級資料 正在大更新 那其實我已經把基礎的 思想工作跟基礎的功課 還有錢幣的演練 什麼都講過一遍了 那日後我會朝著 比較深度一點的方向 去跟大家解說 那這一次就到這裡啦 掰掰 OK 可以發現啊 內容上 什麼都想講 什麼內容都不放過 全部靈散的感覺 集中在一部片裡面 大部分是新的必長影片 都有重新整理內容 再次製作影片 所以應該講的很多觀點 大家都已經看過了 這次內容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啦 真的 比如說